他们的想法就是一切只要装傻 然后别人就必须要尊重 别人就必须要接受 跟我们目前国家的政府一样 就像民主党的人 就是要无条件的说 拜登就是个好总统 虽然这位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了 完全没有能力 如果你叫他 Ping Dog OK这个字 而且你已经说了就是 第一个字是D 最后一个字是G 他没办法给你中间那个字 就是这么无能 因为这整个政权 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个谎言上面 然后要我们相信一堆专家教授 好像他们知道的会比我们的多 就像这个我们的财务部部长 Janet Yellen 她说 Sorry 我把通货膨胀这东西搞砸了 财务部长 管通货膨胀 是你唯一的工作耶 就是弄好经济耶 然后你去参加那什么会议 是不是说什么 堕胎会刺激经济成长的研究 这个经济专家 把他唯一的工作搞砸 然后他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经济部部长 Is there a risk of inflation? I think there's a small risk and I think it's manageable I don't anticipate that inflation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t is something that we're watching very carefully Was it a mistake, Madam Secretary, to downplay this inflation risk? Did that contribute to the problems we're all seeing right now? Well, look, I think I was wrong then about the path that inflation would take As I mentioned, there have been unanticipated and large shocks to the economy that have boosted energy and food prices and supply bottlenecks that have affected our economy badly that I didn't at the time didn't fully understand OK 呃...你错了 然后呢 你唯一的工作 就是不要再让通货膨胀爆表 然后 现在拜登就更尴尬了 他跟Jermaine Powell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们两个都自称专家了對不對 两个都说通货膨胀在控制之中 一切都OK 美国人没什么好担心的 然后 现在他们希望 联邦政府可以就是 独立的运作 然后把通货膨胀控制住 而且不要把整个经济搞砸 那这两个人都在谈什么呢? 怎么解决呢? 就是Joe Biden说 这一切不是他的错 一切会发生都是无法控制的 这基本上就是 Joe Biden的整个政治生涯在做的事情 你要把权利给我 相信我 我会控制好 那些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 但是那些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 并不是我可以解决的 所以说 唯一能解决的方式 就是给我更多的权利 让我可以有更多的控制就好了 只要相信我就好了 他那天跟Jermaine Powell见面讲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东西 我会好好整顿通货膨胀 但是联邦的权利 一定要更独立更多才可以 之前发生的那些 都不是我的问题啊 所以相信我 我可以解决的 还蛮明显的发现他在读卡片吧 还蛮明显的发现他在读卡片吧 OK 他赌一串东西 因为有人叫他要赌那些东西 总统大人 美国人不相信你的原因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你又说你会解决所有的事情 又同时说你什么事情都不会做 的同时 你还是被这个特殊的情况下 被打压的一个受害者 不只是这个样子 他整个团队 整个幕僚 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不是我的错 对不对 现在是特殊情况 我不会给你任何的期望 我也不能保证 目前的情况可以被控制 还有反对我的人 就是一群种族歧视的坏人 所以我必须要有所有的权利 这个就是目前美国的运作模式 男家儿童合唱团 现在开始报名了 男家儿童合唱团成立于1998年 曾到纽约波士顿 华盛顿特区 夏威夷等多处演出 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 荣获各大奖项 均取得优异成绩 从即刻起接受报名 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 每个星期六下午 有分4-8岁 9-12岁 以及13-18岁 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 欢迎打电话 626-779-6767 报名咨询 或是登陆网站 填写资料报名 记住 在报名的时候 请告诉他们 你是看到AI News来报名的 会有一部分款项 特别赞助到我们的施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